巴比伦王尼布贾尼萨 在公元前586年 第二次攻占耶路撒冷 这一次灭掉了南国犹大 彻底结束大魏王朝 南国所有的王室贵族和百姓 都被掳到了巴比伦 历史上把这个事件叫做巴比伦之囚 尼布贾尼萨不但抢走了圣殿的金银器皿 还烧毁了圣殿 拆毁了耶路撒冷城的城墙 巴比伦帝国的首都是巴比伦城 这城的位置在今天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南 大约90公里 德国柏林的别加摩博物馆 收藏了很多巴比伦城的文物 从这些文物我们可以了解当时巴比伦城的面貌 圣经里说巴比伦是坚固的城 是大城 博物馆展示了一座在巴比伦城北面的城门 巴比伦人用掌管战争和声誉的女神伊斯塔 来命名这座城门叫做伊斯塔门 从伊斯塔门向城外伸展出一条大道叫游行大道 每年的新年向偶像们膜拜的队伍就经过这条大道 游行到城里的马尔杜克神庙 但是神没有离弃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百姓 他借着先知耶利米预言 耶和华如此说 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 我要眷顾你们 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 使你们仍回此地 神是信实的 到了公元前五百三十九年 时候到了 在神主导的历史里 巴比伦帝国在一夜之间灭亡 被新兴的波斯帝国取代 更奇妙的是 波斯国王三次准许以色列人 从贝鲁之地归回耶路撒冷 而讲到这段归回的历史 就要同时去看旧约圣经中间的两卷历史书 就是以色拉记和尼西米记